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 成立國民黨以及民眾黨 我們一起在野黨的特徵組 傅昆奇大動作宣布 藍白聯手成立在野特徵組 查明進黨弊案 說要讓陽光照進台灣 但這話卻說得越來越酸 只會辦藍不辦綠的監察院 今天還有臉站出來 對立法院 對台灣的單一博會 來指指點點 這真的是不倫又不類 傅昆奇將炮口對準監察院 還表示未來將會專打民進黨貪腐 但身為藍白河的重要角色 黃國昌卻是一頭霧水 副總召他所提到的 在野特徵組這件事情 我真的還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的國會改革走了30年 終於完成了民主進步黨 跳票8年的芭樂票 變成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政治報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人民看在眼裡也會做反撲 藍白強度關山 先前中國流亡作家袁洪斌指出 習近平指示藉由臺灣特定人士 在立法院內製造混亂 傅昆奇提出的在野特徵組 和習近平打貪反腐理念相近 難免其人一鬥 現在拿立法院來進行所謂的查幣 先不要說是這個不務本業 光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場域 來進行所謂的查案 查出來的案件結果 到底是客觀的結果 還是政治的結果 國會擴權法案 敲垂通過 再也成立特徵組 勢必又掀起一帆攻防 三地新聞臨凱軍春到雲台報導